三級警戒下各行各業 生存非常的困難 幼兒園暫停不開放 業者申請紓困 卻又退回三次 竟然原因是主管機關 申請表格一改再改 仔細來看看紓困條件 會在五月份退費給家長 卻又付上 要求要付上 給予員工的新轉證明 當毛怎麼支薪 業者苦撐只好自行貸款一百六十萬 就連北市府也開口 只得請業者自行周轉資金 請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環了兒歌是每個人心中的記憶 教室用心安排 但如今孩子無法上學 不是公立的幼兒園 根本難以生存 從六月中開始申請幼兒園紓困 卻被退回三次 原因是主管機關 表格一改再改 改了三次之多 到現在還沒有下文 表格修訂誰也不認帳 按照教育部規定一名教師 一人可領到一次性補助四萬元 仔細看看符合紓困的條件 第二點大大的寫上需要正常幾薪 還要付上新轉證明 但網上一看卻是不得對家長收費 讓人質疑沒收入怎麼置薪 但現在不能收費 他們沒有辦法給員工薪水 那這樣子他們要怎麼樣能正常幾薪呢 自行周轉為了給付員工工資還會陷入與家長對立的窘境 網友PO出貼文認為疫情下疑問學雜費和紓困補助款等政策惹 造成家長業者和老師三方議論紛紛陷入誤會 三級警戒下幼兒園禁止開放 業者生計陷入膠著 還能不能撐到解封外界大打問號 記者吳上線蘇紫杰台北採訪報導 記者吳上線蘇紫 el